曾几何时何炯就是综艺圈的代名词 是观众心中的长青树 可谁曾想这位呼风唤雨的综艺之王也有今天 从万众瞩目的迎平宠儿到备受质疑的落难者 何炯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娱乐圈的过山车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主持人 如今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杯茶凉的如此之快 究竟是什么让何炯这杯茶凉的如此之快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咱们得从头说起 说实话何炯的人生简直就是开了挂 堪称娱乐圈的励志传奇 要是穿越回上世纪90年代 你肯定想不到北外那的思思文文的阿拉伯语老师 有朝一日能成为综艺圈的半壁江山 这哥们儿的蜕变简直比蝴蝶还夸张 1994年何炯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一鸣惊人 他自编自导的小品渗透在央视大学生晚会上 以炮而红 直接把主持界的大门给炸开了 从那时起何炯就像打了鸡血似的 一路狂奔 才过了一年 这位何老师就摇身一变 成了大风车的何叔叔 你敢信 一个大男人居然把少儿节目主持的风生水起 不光小朋友喜欢他 就连大人也被他圈粉 简直是全名偶像啊 但是这才哪到呢 何炯的人生高光时刻还在后头呢 1998年命运之神在次捐雇了这个幸运儿 快乐大本营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何炯二话不说就上了贼船 从此他就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在湖南卫是横着走 说到何炯的才华 简直是让人极度的牙痒痒 这家伙不光会主持 还会唱歌 演戏 导演 简直就是文艺界的百变超人 枝子花开这首歌 唱得多少少男少女心里小鹿万壮 而他主持的快乐男生快乐女生 更是捧红了一大批明星 堪称是娱乐圈的星探 何炯的人气那叫一个爆棚 连韩国的国民MC刘在世 在他面前都得甘拜下风 有网友曾经这样形容何炯在中国的地位 就像刘在世之于韩国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何炯就是中国娱乐圈的定海神针 走到哪都是焦点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何炯简直是天选之子 但是别急着羡慕 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毕竟人生如戏高潮 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等着我们 说到何炯的影响力 可不仅仅局限于他自己的事业 这哥们儿简直就是娱乐圈的吉时语 专门给新人们鱼路均粘 要说何炯最牛的本事 那就是他那双火眼金睛 他就像是娱乐圈的伯乐 总能在人堆里挑出那匹千里马 TF Boys 王赫迪 谢娜 王嘉尔 刘县华 彭玉畅 听听这些名字哪个不是如今的顶流 而这些明星的共同点是啥 没错都是被何炯一手捧红的 说何炯是娱乐圈的星探 一点都不夸张 你看TF Boys刚出道的时候 谁能想到这三个小屁还能红遍大江南北 可何炯就像是未卜先知似的 一眼就看中了他们 在节目里何炯总是不遗余力地夸他们勤奋刻苦 给足了镜头 这不现在TF Boys各个都成了顶流 何炯的眼光简直绝了 再说王赫帝这小伙子可是何炯的一门生 记得有一次王赫帝在节目上被问到知名艺人中 你最想成为谁 这小子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我想成为让何老师自豪的王赫帝 这话说的简直让人心都要化了 何炯对新人的照顾可不是虚情假意 他总是耐心地指导新人 给他们最大的舞台发挥 在节目里何炯经常会多次提到新人的名字 给足曝光机会 这种无私的精神 在名利场如林的娱乐圈 简直就是稀有动物啊 说起何炯的人际关系 那可真是让人羡慕极度恨 特别是他何炯娜的友谊 简直就是娱乐圈的标杆 这俩人的关系比亲兄妹还亲 堪称娱乐圈最佳CP 何炯总是默默地在背后支持谢娜 而谢娜也从不吝啬对何炯的关心 记得有一次何炯不小心撞到了玻璃 谢娜话不说就冲上去关心她 每到何炯生日谢娜都会搞个惊喜派对 搞得何炯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这种纯粹的友谊 在名利场如林的娱乐圈 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看着他们的互动 就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 这世界上还是有真情存在的 网友们都亲切地称何炯为前辈的聆听者 后辈的守护神这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何炯就像是娱乐圈的定海神针 总能在风望中卫新人们指名放下 他的博乐精神不仅仅是在捧红明星 更是在传递一种正能量 但是你以为何炯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吗 别急着才哪到呢 高潮还在后头呢 然而人生哪有一番风顺的 就在何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麻烦事儿找上门来了 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吃空响风波 把何炯这个综艺长青树推到了风口浪尖 说实话这事儿闹的简直比春晚还热闹 有人说何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站着毛空不拉时 领着教师工资却不去上课 这波操作简直是给何炯的形象来了个倍次 网上的吃瓜群众瞬间炸锅了 各种猜测满天飞 但是咱们何老师可不是吃素的 面对这场舆论风暴 何炯没有选择躲避 而是直接硬钢 他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主动辞去了北外的职务 这波操作不得不说高 实在是高 何炯这一手技平息了舆论 又保住了自己的形象 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啊 不过这件事还是给何炯的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你以为这就完了 那你就太天真了 这种东西就像是多米诺骨牌 一倒就倒一片 紧接着各种负面新闻 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 蜂拥而至 有人质疑他的性取向 有人指责他在节目中收受礼物 这些负面新闻像雪球一样越轨越大 简直要把何炯淹没了 何炯的人气也随之直线下降 感觉就像试过山车一样 嗖的一下就掉下去了 这时候娱乐圈的败高踩低 本性暴露无遗 那些曾经和何炯称兄道弟的朋友们 这会儿都选择了明哲保身 保持沉默 这场面简直比甄嬛传还要狗血 何炯的处境不由的让人想起那句老话 人未走 茶以良 这话说的简直太真实了 娱乐圈就是这样 昨天还是顶流 今天可能就成了过气明星 面对这些打击何炯的处境 可以说是相当尴尬 曾经风光无限的他 现在仿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种落差恐怕只有何炯自己 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 但是你别忘了何炯可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会就此一蹶不振吗 会从此退出娱乐圈吗 别集故事还没完呢 精彩的部分还在后头 面对这种局面换作是普通人 估计早就躲起来舔伤口了 但是咱们何老师可不是等闲之辈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叫不倒翁精神 虽然快乐大本营这个老牌节目停播了 但何炯并没有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他就像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带着新节目你好星期六华丽回归 这波操作简直是叫科书级别的打脸啊 何炯的态度说实话 真的让人肃然起敬 他曾经说过只愿过往风采游存 未来生活更加充实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小忧伤 但更多的是一种坦然和从容 你看这哥们儿多洒脱啊 遇到挫折不抱怨 不自暴自弃而是选择积极面对 这种心态简直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 虽然现在的何炯可能不如往日风光 但他依然在努力 依然在为观众带来欢乐 这才是真正的长青树精神啊 不管外界怎么变化 始终保持初心坚持自己的道路 说实话看到何炯这样 我都有点想给他加油打气了 这种在你境中奋起的精神 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什么叫是不可以不红意 任重而道远 何炯的故事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娱乐圈生存指南 他告诉我们这个圈子从来就不是一番风顺的 但只要保持初心坚持自我就一定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至于何炯的未来如何 老实说我还挺期待的 毕竟这个有着十八般武艺的综艺大咖 可能随时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说不定哪天他又会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再次惊艳全场 总的来说何炯的故事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 他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剧本 所以各位看官你们觉得何炯的未来会怎样呢 会继续在综艺圈发光发热 还是会开辟新的领域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毕竟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